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3年到香港的輪廁特別賽 今日的現題是 國際竹拳在2026年世界盤決賽收由30年代抗篇至48對利大躍位 對賽雙方為政方全灣高南河傳染幾點呼籠 反方九龍總統 我是今日比賽的主席和政方的爭議和特派 除了我選擇的是計算員反方的爭議和特派 現在讓我介紹一下雙方的演員 首先是正方主 负面 方森 季同胎 第一 负面 李欣如 第二 负面 黄兵 负面 史建坤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結婚 他們分別是寶輪局董玉計中學團 編論隊負責老師 莫廷敬老師 我不提他了 我是何友基老師 前中大文大學編論隊隊員 蔡勝龍老師 那個應該是負責 我家學校的負責老師 我另外一個負責老師 為何看錯了個帖 在這裡 我會站在那裡 我開始不停 我會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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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大學院的英文公金門屋司和演員 訓練一半自由辯論和訓練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演周圍每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周圍每方三分鐘 本次發言時間 結束前30秒有登一群提示 到鐘則有登兩群提示 消時10秒則會練登幾下 除細賽規定發佈於各創作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計事員都會贊平比賽 加油三位表演即場作出賽決 請問各位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請正方主編發言 只有4分鐘的時間 在座各位大家好 去年世界杯美斯成功奪冠 造走全棋 撇除傳統徑旅 武漢小國也交出兩眼成績 日本力壓西班牙與德國 成為首名出線 沙特爆冷擊敗阿根廷 反映國國足球水平日益進步 導致賽果更難預料 宏觀國際 其他杯賽早已察覺實力差距收窄 並積極容納這麼多隊伍 務求推動普及花 包括歐國杯 入六年由十六對抗篇到二十四對 歐冠杯 以甲都計劃下連到起抗篇 乃至國際足裝Fever 亦於八二年及九八年兩度抗篇世界杯 抗篇並不罕見 作為唯一以國家隊為單位的跨州足球比賽 世界杯有責任審視賽制 是否需要改進 而參考卡特2世界杯文件 抗篇如否在於決賽州隊伍數目 佔Fever所有成員國的比例 能否維持在二十八線 然而前兩屆世界杯 211個成員只有15%的隊伍 能夠制身決賽州 原低於二十八線 代表普及程度得足 所以早於17年 Fever已宣布二六年世界杯 抗篇到四十八隊 相約更會出詳細賽制 推翻過去三對一組的決定 維持四對一組 除了超州球兩名出線 八對最佳第三名 亦同樣可以進促 因應比賽數目增加四十場 去到一百零四場 初期亦由三十一 延長到三十九日 而且提升各州份名額 特別是亞洲入四點五隊 增加至八隊 非洲入五隊變成九隊 大洋洲有一個獨立席位 而改變過往歐洲和南美洲 主打大部分席位的局面 以限量編題 怎需要審視二六年世界杯 是否合適的時機再放篇 以及放篇能否出進補合法 達至Fever初衷 而我方認為能夠原因有二 一 收益回歸球卡 促進持續發展 Fever的收益大部分都用作推廣足球 例如一六年開展的Fever 4 計劃 提供一定金額如所有成員國 日本就運用這筆錢來培育球員 包括上陣卡塔爾世界杯的中場柴奇奧 古巴首次舉辦不同的青年聯賽 有助培訓人才 街坡深知引入VAR技術度不同小國 令裁決更加準確 所以Fever賺得越多錢 自然就有更多錢流入世界觸探 形成更大的循環 Fever 4 由當年 每個成員國五百萬贊助 形成二六年紀八百萬 原因正是因為預計抗篇後 轉播量 門票等收入激渣 還收益上升五成至一百一十億美元 可見抗篇後足球更難達至可持續發展 二 放大世界杯觀眾層面 又令全民參與 世界杯顧名思義 就是要令整個世界莫在其中 可惜過往歐美等足球起源地 佔所有席位超過六勝 變相匹慮了其他州份 不少名列前來的國家 都因為席位不足而蒙原世界杯 正如Sana代表的埃及 世界排名二十六和二十七的智利和烏克蘭 觀眾亦相當集中於歐美 再者 近年足球水平不斷提升 兩出人而表的結果頻頻出現 一百年四屆冠軍 特國被墨西哥和南韓打敗 排少了廣闊 一四年由哥斯達米加打敗 上街田軍胡賴貴 險勝意大利入島白強 難怪TIFA主席欣分天路指出 各國水平民軍 已經不再分強弱隊 今次黃軍後更多實力奇古相當的隊員作賽 令賽斯更加緊張激烈 吸引觀眾收看 足球熱潮得已持續 同時多了十多個國家 尤其是菲爾亞的市民 更願意關注和支持自己國家 令國際賽斯更多人參與 真正推廣足球 最後想問友方 成不承認國際足球實力不斷進步呢 多謝各位 接著是版方主編 只有四分鐘的時間 好 主席評判 正在各位 大家好 平有分四分鐘的演辭 不難發現有方法下以下兩個錯誤 第一 直線邏輯 有方說 早上2026年 世界杯酷彩州 放大到48隊 參加就可以有更多國家參與 就可以增加世界杯的觀賞性 但等等 按照友方的邏輯 不應該只是48隊 甚至擴大到60隊 72隊 更加可以被更多不同國家參加 更加可以做到友方口中所說的理處 請友方一副解釋 為何只是擴大到48隊 而不是更多隊呢 第二 推理操縮 世界杯作為全球性事受國際關注 更加影響不同聯賽賽程安排 正如世界聯賽論壇聲明中指出 世界足血沒有作出任何諮詢 完全忽略對世界各地聯賽和球員的影響 甚至將一半已經失望超負荷的賽程 當一個安排得不到各國聯賽支持 以及令比賽變得更為密集 不如友方選擇 做一個球員會選踢世界杯 還是爭取聯賽冠軍呢 因此 外方比友方更加高尖遠足 作為世界杯作為世界競賽運動 被受國際關注 不同決定更加會影響世界各地 不同聯賽賽程 入球會安排 甚至會影響未來舉辦世界杯國家的意願和能力 但可惜世界杯州擴大到48隊這個做法 影響球員狀態之餘 更加影響整個比賽的公感 得不償失 所以今天的衡量變題的標準 在於究竟世界杯決賽州 擴大到48隊這個做法 合不合乎可持續原則呢 如果不可以的話 變題就絕不成立 我方反對變題 五因有二 第一 放低水平 影響賽事質素 根據2016年國際足協的內部文件研究 And Expanded Fever World Cups Analysis and File 指出 經過了一萬次的估算 最後得出的結論 和維持32隊的比賽模式 是現實最高質素的比賽模式 放大到48隊 主演到世界杯的質素有所影響 當2016年世界杯改制後 由以往非常清晰的小組賽手棉次開出線 變成加入最加低失眠制度 令比賽賽制變得更為混亂 淘汰制加一段 由二位小組第一名 到另外一組的第二名 變成現在由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有 甚至上會造成不公 正如前德國足球國家領隊富士所言 1998年世界杯改制成為32隊後 是小組賽取消最加第三名制度 是會變得更為公平 為何我們要設計更為公平的制度 還要走回頭路呢 第二 殺雞取倫 破壞球員健康 當2026年世界杯改制後 球員需要踢八場比賽 才可以贏得世界杯 雖然這比過往踢多一場 但是2026年世界杯比賽 賽程長達391 比賽變得更為物質 一些時間減少 令球員需要承受更大的身心壓力 現在除了世界杯外 還有歐洲國家杯 歐洲足血國家聯賽 歐美自由 南美自由杯和奧運會等等不同國際賽事 各國足球運動員為國出戰 幾乎每個暑假都難以獲得充足休息時間 去應付沙櫃的賽事 正如英格蘭職業足球運動員協會 執行在馬克塔·莫蘭斯·莫蘭果表示 國際足協並不能為了增加比賽數目 直到球員感到崩潰為止 可見擴大至48隊這個做法 照著增加球員的疲倦程度 殺雞取倫 最後想問右方 右方是否認為減少一息時間 可以換來更高質素的表演呢 我激各位 請問雙方有何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公便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法言次序是每格分數 第二格先是反方的分數 好 現在請政方自由卡出一位 原種公便 政方是見面 請問自由 反方見面 好 好 政方公便開始 你兩分鐘的時間 右方 成不承認世界盃要普及化 承認 是的 其他盃 例如歐國盃 歐國盃都積極擴憑 為何世界盃不行 右方 但是你有擴展大力 為何要擴展48隊 右方 可以擴展很多次 右方 你說到擴展 其實不一定要48隊 其實 你所說的意思 只需要超過32隊就可以了 超過32隊 現在確定是48隊 超過32隊 是否直接成立了 你都沒有解釋 為何一定要48隊 而不是超過48隊 今天有討論 女大 她是歐風 沒有必要去做這些 所以其實 由方 都承認了 確定是世界潮流 由方 反對不到 再問 看TVer傳統 TVer文件說 世界觀要具代表性 入爲決賽州的名額 必須要佔所有成員 超過兩成 而過往只有221個國家 只有32個名額 只有15個巴仙 這個代表性足不足夠 足夠 為何有方覺得足夠 以前過往 確定都是為了去20巴仙 為何足夠 所以今天有方 是否覺得 倒退回以前 不確定到20巴仙 這樣就是最好 有方說 其實你都不解釋 不是 是 是最好 所以今天有方覺得 倒退退後 明顯不想要 回答世界盃補及迫 我再問 有方 剛才承認了 世界盃是針對全球搞的成事 再問有方 知不知道現在大人洲有多少個名額 大人洲有多少個名額 多少個名額 多少個名額 現在有0.5個名額 有方沒有問我 現在大人洲有0.5個名額 但他確保不到 他有一個席位 想問這個 沒有確保到一個席位 是否全球參與 確保不到一個名額 還是全球參與 還是全球參與的時候 確保不到一個名額 明顯有方根本沒有認真 沒有認真深處過世界盃 是不是應該要普及法 好 之後再說了 今天世界盃都是個鬼 好 之後再說了 今天世界盃都是個鬼 有方根本有兩分鐘的時間 有方應該一定是48隊 因為今天的變題是討論的 所以今天的變題叫48隊 有方就為面而變一定是48隊 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48隊 而不是其他隊 所以按照你的邏輯 你要普及發誓 只要多個32隊 就應該可以達到你目的的時候 為何一定是48隊 但你現在是說48隊 所以今天有方的邏輯 就是今天變題說48隊 所以我們就是48隊 根本解釋不到48隊的道德理 那我們要先維持20個巴仙 那維持20巴仙 只要48隊以上都可以 60隊 70隊 為何不搞呢 我們以未來來說 所以今天有方的邏輯 從來解釋不到 為何公民要做48隊的決定 最後你方說 原來今天你也知道 由31日變成39日的情況下 為何我們要增加賽期呢 為了要得到更高的排名 但你有沒有想過球員的感受 那球員是願意這樣做的 原來荷蘭職業球員 雲迪克都跟你說 他再到受傷的原因 就是因為踢得太多比賽 他以為世界盃可以好好休息一星期 但原來根本沒有的情況下 有方我還要增加賽期 合不合你 那他們受傷的機會有多少 所以就是跟你說 增加了 他跟你說 這是重要的 再到受傷的原因 為何你就要忽視他受傷 那是在這個新賽制之前 還是他受狂 所以有方我現在已經增加了受傷 你還要增加了7日 是不是增加受傷的機會 那你是不是 其實大家都不想他受傷 所以有方我都知道 他就不想他繼續受傷 再增加賽期 是否會增加他受傷的機會 不是 所以有方我根本不明白 現在賽制上已經是太低的情況下 今天有方我還要跟我們增加7日 令到機會大大增加的情況下 根本就沒有正面 面對球員受傷的機會 今天有方我從來跟我們認證不到 48隊的獨立理處是哪裏的 對我來說 今天變態是48隊 所以我們就要用48隊來說 所以根本就是不合理 所以有方我根本解釋不到今天的變態 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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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攻擊我自己速度 到正方第一步 便利有3分鐘的時間 對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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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重心 對我來說 ちょっと多了 對我來說 最喜歡評判的朋友 還有各位 大家好 你們一會位置 柯編已經是世界的潮流 各國足球實力逐漸相同在國際共識 雖然不跟Buchers接種柯編 柯編又非常擔心 為何不增加多一百隊、二百隊 柯編公辨時,但柯編說要重複22%代表率 過多人數,令整個產生負荷過大 從而達成不到 而現時,我看見成員腳只有二百隊 重複228,即是需要四十八隊 同樣未來,如果成員腳增加到三百、四百隊 我看見絕對不反對可以增加 因為有關理解清楚 有關理會很擔心球員的受傷問題 會很累,受傷很多 但從而說不出,究竟受傷疲勞多少 受傷疲勞了多少 究竟他們會受到多大的傷害 日本一天都沒有回答過 再說,三至二隊賽地下 小腰賽要用十三天完成 每隊平均四天一場小腰賽 而FIFA主席曾經提議 正是發力將一天打六場的小腰賽 換言之,確變之後 七十二場小腰賽同樣需要十三天 休息時間只會多,不會少 再說淘汰賽 FIFA同一在淘汰賽入一至三天的休息時間 無比賽會進行 所以右方的單位金就不存在 再說,右方的標準是可持續上升 看看哪一份FIFA沒有跟大家說可持續上升 今天右方經常見到官網寫 要全球化,要普及化 究竟右方是哪裏的 再說,右方今天主編提出過一點 最大用力是三十二隊 但原因是怎樣? 研究完之後的原因是怎樣? 因為右方可以回答大家 而世界杯拳上次確變已經二十五年 還有各位可能不知道二十五年是甚麼概念 說近年九四至零六年同一八年 都出現過上街四球入不回的局面 即是短短四年 現在令到一個國家由統輩變成控制決賽者的資家 何況是二十五年呢? 所以唯獨確變相令到更多實力相應的球隊登上大螢幕 更加符合FIFA民間所說的二十八線性格代表 所以今天唯獨失業了一件事 留下回來了甚麼呢? 主要說過,日本古巴同仁都在十日 在FIFA方面資助的計劃 有方沒有回應 再讓大家看看其他國家怎樣用這些錢 一四年,世界排名只得七十七的波蘭 一八年有五百萬開了同一青年聯賽 為下一代提供競爭賽的機會 結果,今天波蘭的排名已變成全球第十 另外,馬金同德爾舉辦第一屆的女子聯賽杯 只得全球四百多間球隊來打比賽 尊重女性平權 而Cuping的時候 世界排名還可以大增加四十五億 是以前難以做到 過去幾天最多都是二十幾億 所以多了日後FIFA要放這麼多資金下去 你各個可以有這麼多資源 反而有方不Cuping的話 有方又怎樣令會員國的資金多了呢? 多謝大家 然後是反方第一次 你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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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密了 甚至跟其他聯賽裝期 但這種獨大方式叫其他隊員遷就 為何都沒有問題呢 更何況 其實世界盃作為國際性賽事 國際足協應該跟不同持分者溝通 但原來就球員而言 職業足球運動員協會跟你說 改制只會令到更多比賽出現 是進一步壓榨了球員的精神和體力 而在賽事質量方面 英足總更加指出 改制是會令世界盃的賽事質量變低 降低觀賞性 而在溝通上 歐洲俱樂部協會更加不滿 國際足協的決策方式和透明度 可見相關合作關係變成只能單方面服從 這樣又符合世界盃的大同精神呢 所以今天有何論點一 同意說呢 可以推動足球發展 這樣就可以有更多資金幫助 但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足協本身就應該做了 為何和賺得多錢和少錢有關呢 何方 其實誰說這筆錢必然會落到國家身上呢 有何又沒有論證過 有何方 只要你為了錢 只要多 為何一定是48隊呢 有風和華有 跟我們說要符合22% 但其實充其量只是論證了 我們要抗篇這兩個字 但為何要論證48隊呢 有風和華解釋不了 而今有個論點二跟我們說 可以多了國家 就可以吸引更多觀眾去支持自己國家的人 但根本就是直線邏輯 為何擴大規模必然就會多人看了呢 有風 論證不了 如果這些國家只是踢得不好 換和比賽 為何又會多了人看呢 所以其實多不多人看是取決於精彩程度 現在賽制長了 球員踢默了 所以機會變多了 精彩程度自然會低了的時候 為何多了球員受傷 是否會令比賽更加精彩了呢 除了各位 其實在48隊的制度中 必然會拜行最佳第三名 但這個制度在1998年同樣存在過 為何會取消呢 其實最佳第三名是將每個小組排斥罪 選出8隊最好的第三名就可以進級 但這樣會導致實力跨小組比較 制度變得複雜和不公平 一個不公平的制度 為何有可能都要堅持使用呢 再者 其實在48隊的情況下 球員的休息時間只會一減再減 根據統計顯示 在新制度下 球員在世界區和四大聯賽之間 平均減少了兩成的休息時間 所以就連歐洲足球協會前主席 路明尼加都表示 足球賽事數量對於球員而言 已經達到不能接受的水平 但球員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到底有多重要呢 根據職業球會健康顧問師 對分明指出 因為球員需要不斷鍛鍊 將體力達至極致 所以對身體的健康造成極大傷害 如果休息不足將會增加受傷機會 甚至縮短職業生涯 就算有方覺得球員休息 更不重要呢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contrô大家好 來到異賦 와이姿 不如用三個面題字眼 分析雙方的分歧 第一個字是國際足挙 到底國際足挙應該要做些什麼 其實有方都承認要推廣足球 今年實施的FIFA Forward計劃 17年就花費超過28億美元 去幫助成員國長遠發展足球 但是足協不是慈善機構 錢亦不是從天而降 所以要做到普及化 所有條件就是要擴大收中 找到更多錢才能有能力回饋球壇 擴片後球隊和足協都能夠相贏 第二個字是2016年世界盃 到底在有方心目中 2026年世界盃會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首先質素下降 有方好怕多了隊伍一定會質素下降 但是一副已經踏了你 入到的國家實力都奇古相多 而且有方只是說 藥隊只會拼在死手 令比賽更加不精彩 但是從來一場比賽 都不只是看入球的數目 或者進攻的次數 更加是牽涉雙方的攻防、排陣、士氣 即使是球隊死守 都同樣考驗 對手可不可以突破到中後場 一樣可以很精彩 更何況上界亞軍、金界貴軍的克羅地亞 傳統競類意大利都是以防守為主 這些國家在右方眼觸又是否很廢呢? 其次第三名是祖和祖比較會有不公平 但是有方錯犯二方 因為祖協一直都有原用 祖和祖的比較去看誰做隊伍更優勝 例如未過拼前的二十四對賽制 六組之中同樣有四對最佳第三名可以出線 上年卡特爾世界歸亞洲外圍賽 除了七組小組可以第一進級成績最好的 第五隊第二都可以玩三圈 所以不論過去還是現在 球隊都沒有怨言 為什麼現在突然之間會有呢? 其實最後比賽默了 休息時間少了會更加疲勞 有方還是很擔心休息時間會少了 但是一虎的時候已經解釋過很多次 國家的參員和小組賽拉長來打 所以休息時間是沒有少過的 而且有方的閉嘴凡 擴編也可能存在 那有方是否覺得 世界杯八二年擴編至二十四對 七八年擴編至三十二對又是錯 其他杯賽好似歐冠杯 歐冠杯擴編都會令球員更加疲勞 又是否不應該 編題系利幣比較 而對一個球員而言即使他很疲勞 只是世界所以來到最後一個字眼擴編 對於球隊來說 擴編後多了機會和競女較量 自然就可以提升實力 尤其部分州份的球隊 只能夠一直和同州的隊伍打杯賽 好難才可以接觸到其他州份的對手 正如加勒教練 也都贊成非洲值得更多的席禮 有更多的機會進步 去到最後了 有地足球普及法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然後是反方第二次會面 你有三個中間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世界杯是一個全球觸目盛事 叫得上世界杯 當然是希望各個國家都可以參加 有方憑著這個想法打足前半場 講穿一點就是想有更多國家有得踢 但問題來了 有方問為何只有48隊可以踢 而且為何不同州份國家比例會不同呢 有方解不出 很明顯有方的做法和目標不相符 更重要有方兩個論點說到最尾都是為了一個淺姿 你口中所說的精彩多了 參與度提升了 幫助足球發展 豈不是為了錢 正正因為有方用錢出發 所以比賽數目多了35 比賽默了球員又是否休息得夠呢 不要說多加幾場 就連現在場數都被人投訴 正如意大利足球領隊文仙尼所說 應該減少比賽次數 比球員有機會休息 當球員遊戲沒有休息 變成為踢而踢 那就真是不方不精彩 比賽來到這裏 不難發現有方犯下兩大錯誤 第一 有方說球員休息時間只會多 不會少 但對球員來說 其實有甚麼是足夠呢 就像是辯論比賽 有方比較的 可能用一日時間就叫做準備好 但資質沒那麼好的我們 甚至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準備才叫好 而變超年的賽制就很好 給了一個月的時間來準備 所以有方對於足夠的定義不清晰 而歐洲足球會協會前主席 露明尼加表示 現在全年的足球賽事數量 對於國家隊隊員 已經達至不能夠接受的水平 想問有方 32隊的時候已經是不足夠 而48隊還要繼續 那又合不合理呢 第二 有方說要與時並進 要全球化 其實要擴大區域 對但要做得正確 國際足協無諮詢 過其他球會 就說要去增加到48隊 甚至有球會反對增加球隊的數目 若然一個政策的改動牽涉到國際性 牽涉到那麼多街球會 你這種叫做自私的商業行為 實際牽連緊的是其他人 想問有方 這樣擴大規模又合不合理呢 再在各位 辯論比賽要公平 足球比賽都要公平 更何況是世界盃呢 擴大到48隊的做法 得不到不同聯賽支持 甚至不諮詢各大聯賽 就草草決定了 根本不合乎一個國際組織的做法 世界更是將這種行為 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申訴 可見擴大到48隊的做法 對各大聯隊員工平 擴大到48隊的做法 等同要球員踢多幾場 還未計算進入的 兩年一度世界球會盃 和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本身我假期就用來休息充電 現在要持續放電 就連很想幫荷蘭拿大力神杯的 郭角雲迪克都說 壓外比賽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足球運動員聯繫機械人 同樣需要平衡到工作和生活 可見擴大到48隊的做法 對球員來說是不公平 所以聯賽球會又不公平 對球員生活又不公平 不如有方跟大家解釋一下 一個不公平的制度 為何會理大呢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現在進入自由的都快點 相當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 又不可能 本人會宣布到一方四月時間 各方可以自由發出一位 或多位同學發言 而每位邊緣都必須在股閒之下 如果股閒接觸的時候 最緊急發言有邊緣才能發言 可以即場解釋出 屬心叫話 多別人所屬的一速 會不會批評 批評批評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若無自由辯論環節 一開始 請正方拍出一位表現首先答案 歡迎否迎圖 世界都要給整個世界參與 首先答案 通平更重要 通平更大 既然整個世界都會參與 為何不給大映舟一個獨立職位 為何是48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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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8隊 48隊就是28隊 這個數字 可以形形組織 再說一下 究竟受傷的人多了多少 所以28隊多於48隊 可以做到 為何不是60隊 多了 現在就是雲地卡 跟你說受傷機會 是因為太多賽制 為何你最討厭 又哥 你都未解釋過 為何四年強多了一場比賽 而受傷的機率會有多少 多了 對 我們全部的資料都見到 是有53%的人 是球員會受傷 這個資料是否有 不是 為何打多頓一場比賽 會有這麼多球員受傷 所以見到他們維持身體的機能 長了 心理壓力變大了 為何這些受傷機率 有可能見不到 所以有方我自己都回答不到 再問有方 你覺得公平還不重要 公平固然重要 所以有方 受傷機率都解釋不到 多了幾多 但在場比賽 多了更多 都解釋不到 所以受傷機率的影響程度 今天有方看不到 真的很幸運 有方認為 烏克南下名27 他的實力強不強 好 給了人名 給了數字 有方說受傷機率 解釋不到 有方真的解釋不到 所以今天有方跟海港 重要 公平重要 不知其他投會的意見 沒有 不知FIFA如何 但有方你回答我 烏克南 他的實力強不強 排名27 強 排名27 他就是一個新加 新加的一個國家 我想問他 質素會不會差 那有方為什麼 都是48隊 有方打了很多次 我不想再跟有方說 就問沙達阿拉伯 他打在亞軍 他實力強 強 是強 他都是一個新加人 球會的質素 對不得數 對 再問阿拉伯 他非洲會亞軍 他實力強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質疑 那質素問題 而是今天我跟你說 原來你要增加到48隊 根本沒有諮詢過任何球會 任何賽企的時候 這樣合不合理 是 等一下 是否今天有方諮詢回 有方同意面對 所以為什麼不諮詢 所以有方諮詢做法上面 而不是真的理大於弊 所以今天看到原來你 爭執48隊 根本沒有賽會同意的時間 為什麼你今天還要增加呢 那我方諮詢過 結果理大於弊 有方諮詢回答 那有方諮詢回答 那有方諮詢回答 結果質素不會下班的時候 那爭執程度 會不會影響到 我方諮詢回答 理大於弊 你原來跟他說 可以多了國家參與 增加薪益 但原來我跟他說 多個48隊 都可以做到 你又回應不到 因為我今天跟你說 我根本沒有諮詢過 球會全部只是 國際足協志 一個人講完事的時候 這個算不算弊 那你從見果上看 那有方覺得是 我方不覺得是 因為他最後都會有收益 最後都會有很多收益的時候 再收入回足球發展 這個就是我個人來的 所以有方諮詢回答 你不是比較 我方諮詢回答 我方諮詢回答 不是 他諮詢回答 他諮詢回答 不是 那有方諮詢回答 如果有五成收益 去到111 可以投入足球發展 這個是第一次 所以我和你講 多個48隊都可以做到 有方諮詢回答 最佳第三名 如果最佳第三名 如果最佳第三名 真的那麼好 為何九八年要取消 有方諮詢回答 48這個數字 有錢沒有 幫助我和你解釋一次 就是他維持到 二十家額巴士 再加上 他不會令到制度管理 這個就是四十分隊員 再問有方諮詢回答 大人洲值不值得 哪一個立直位 請問我同學 最佳第三名是那麼好 為何九八年取消 九八年取消 所以他就是因為 但是我方現在看到 他現在跨了比賽 他精彩程度會突然 因為跨了比賽 他要在其他組的時候 他都要帶到第一名 才算是 最佳第三名 再問一次有方諮詢 大人洲值不值得 更加不足 所以有方諮詢回答 為何九八年要取消 我方答你 是因為不公平 原來見到 在三隊之後 要選一隊的時候 原來他不同的對手 不同的對手 不同的水平 但原來得出一個結局 一個月結果的時候 為何這個賽制 又不使用 先解釋一下 現在見到 正賽的決賽周 頭一二名選出來 是四對一組 這個時候 是不會有任何 默契過日存在 即是公平的 有方質疑的是 一個月之後 頭最好成了 那八名的第三名 現在會有 這個情況 但問題是 要造成這個情況 剛才第三名 要和其他所有 第三名 都先談好 談完打 之後再打 那這樣的情況 什麼是談完再打 今天 淘汰賽是和其他組的國家 一起打 打完之後 他要談好 跟所有組的國家 都談完之後 打問題 有沒有可能 原來看到 我和你踢和了這場 不同的對手 原來一個差點 一個強點 的時候 為何這樣第三名 都叫我 沒有 所以我公平的論證 有實力問題 但我不擔心質素問題 今天又跟我們說 一個國家實力 一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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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弱 又可覺得質素 還不重要 第一質素有沒有下落 不是質素問題 而是現在看到 同樣是第三名 原來你踢的人 我踢人差點 但我同樣分 我差點 我也上去的時候 為何今天第三名 就要公平 那這個是本身分裂 本身有這個違決 那一隻團用的時候 那是不是其他 即使未公平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團隊之下 不應該選擇 每天都是公平 不是的 有本身看到 98年原來取消的時候 為何今天有本身就要推 正方已經用了 正方已經用盡情的發言時間 請停止發言 等方現在相遇 45秒 可以自由發出 好了 今天我們總括一下 這場自由見論 首先我方問 有一方48隊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有方由主辯論 到自由辯論 都還未回答到 跟他說22% 但其實只要48隊 都一樣可以回答到這個效果 有方從來回答不到 更何方 今天我方問有方 為什麼不諮詢其他求會 但原來他有回答 就是跟他說 這個不是閉處 但為什麼不是閉處 原來他見到 一切只是國際作協 自把自圍 自己出來 跟他說我們行這個制度 就行的時候 沒有理會過其他求會 沒有理會過前份者 這個又合不合理呢 最後我們問 為什麼最低第三名 是一個不公平的情況 不公平的情況 不公平的情況 有方會繼續原用 其實在98年一樣用 98年之前 24隊一樣用過 原來變了32隊 因為去不公平之後 要取消的情況下 為什麼今天有方 一直要退步 第三名 多謝各位 反方的發言時間 已經用得自由轉移環節 直速 請問請各位 有沒有發言台 身邊還未曾發言 主席 直方發言 主席 在自由轉移環期間 沒有發言 有發言 有發言 好 現在是傑變環節 雙方傑變 有一分鐘預備 請問了 注意 誰 乖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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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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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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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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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 荷蘭當然有資格說 她自己本身都可以踢 你試試給本身沒得踢的人 你說累一點點 你肯不肯踢 她當然不肯踢 荷蘭根本就是想一動不如一靜 所以大家觀點與角度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論證就不是太有效了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另外一件事想補充 我希望正方義父可以多看一點 因為我剛才很期望你會和我少許眼神的交流 但是你的全城網絡 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進步的空間和合規得更好 在之後的比賽 謝謝 現在考慮了職業主席為三方的表演座場 謝謝三方認真準備這場比賽 首先 我說一下反方 好像剛才所說 真的有一個很明顯的矛盾位 就是因為你們不斷質疑48隊那樣 本身第一次質疑是有效的 因為對方第一次聽都不太回應到 但是去到後場不斷去質疑的時候 就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矛盾位 首先 你們就在我說 你要諮詢 還有為什麼要試一下八對 然後去到後面 異父的時候就開始認了擴大規模是對的 但是需要諮詢 但是明明你主便的時候 是說擴大規模就會降低水平和質疑 然後又會令到球員有很大壓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擴大規模是對的呢 我就聽到這裡有一個疑問 然後去到後面3D的時候 就直接認了說 你方不質疑有質疑的問題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質疑問題明明就是你們主線的第一點 為什麼無端端去到這個位置又會不質疑呢 現在就只是說 不是48對 就是只是48對才不行呢 然後我就聽到 不是很理解你們想質疑什麼 然後 但是正方又沒有拿這個矛盾位出來質疑 所以 這個位置我也不是很給我分離 所以這個位置反方也是有10分的 然後 說回正方 正方主變開出來的一個準則 就是說二六年是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但是 由頭到尾 我都不太聽得出 為什麼真的有這個迫切性 要在下一屆 世界杯決賽週 就要擴篇 你 扔了這個標準出來 我就會很期待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很迫切的需要 令到擴篇 那麼需要呢 但是 後場又不是很勸善到這個位置給我聽 所以 都是給不到分離的 然後 去到 去到 正方 第一個論點 收益的問題 其實 反方的質疑都純粹是說 就是 錢就未必落到球隊裡 雖然我不太聽得明白這個位置 然後又說 祝協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 收益就沒有關係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的應法 可能 應該是說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收益 其實現在國際捉協又不是很缺錢 為什麼 利署一定凌駕到幣處 就是有方需要看出 收益有什麼重要 然後 去到 公辯的環節 正方就說 歐國杯都抗 所以世界杯應該抗 而 沒有基礎的話 對方應該沒有回應到這個位置 但其實這個位置 都很容易去 去 因為你純粹可以說 歐國杯和世界杯 有什麼可比性 先 就是 回應一下也好 如果不是 這個位置會比較正方 然後 對 去到後來 正方公辨的時候 就衝了 他說 什麼利幣比較 就不需要知道為什麼世界杯 我覺得這個位置 下一次不要再衝口言出來 因為 因為 不可以說 變題不斷設定 你就是這樣打 你需要 解釋自己的立場 是怎樣 然後 去到後來 3D的時候 就聽到 正方 二副出了 一副 出了什麼 什麼默契波 什麼傾普 質疑 我就 不太看波 所以我就不太聽得明白 這個質疑是什麼 之後也沒有什麼 解釋 所以 就不太知道 這個質疑是什麼 而對方也 也不太聽得明白 所以就可能 這個攻擊沒什麼效 然後 對 去到二副的時候 就說了 那些隊伍可以有多些的教量機會 更加容易進步 但是 留意這條面題 其實是講在決賽州旁邊 所以 去到決賽州 還需要 教量機會去進步 這件事情 我就聽到覺得 有點奇怪 因為如果你需要進步 需要教量的機會 應該是在初賽的時候 就這樣做 但是 我就不太看波 所以 這件事情 就需要你們解釋給我聽 然後 是 受傷機率的問題 其實 我本身也有覺得 反方 不斷說 受傷機會很大 這個位置很奇怪 但是到最後 他又拋出數字 說53% 而正方又只是不斷 停留於質疑說 受傷機會有多大 而對方答了你的前提之下 我就 未必能給到這個位置 正方的原因 然後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可能講一下 用語的問題 就是 正方以後 聽到說什麼 很廢 然後 這個 語言運用上 會不會太好 就是觀感上 會不會太好 而且正方結辯說了 事而 世以 應該是 事而世易 是 所以 沒有 我純粹都是看一看 但是不會影響對方 還有3D一個位置很奇怪 就是 對方 正方不斷質疑反方 說 烏克蘭排27強不強 埃及強不強 沙特強不強 然後對方全部都認為他是強 很奇怪 如果是強的話 這些 本身入不到 32隊的隊伍 他們都認強的話 為什麼會影響水平和質素呢 這個位置也是反方的 很大矛盾位 所以 之後主事設計上 需要好好處理一下 因為這樣也影響了你們 論點 連貫的部分 大致上是這樣 謝謝Sachan 加油 我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白方156比1元 謝謝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1票 反方得票為2票 每個話說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白方九龍學校中 恭喜 今天 今場比賽